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凤字,龙凤的凤。 凤字的国语诸音是凤,日生凤,不按凤,日生凤。 凤字的应用非常普遍,可是推敲起来,有些地方是值得研究的,譬如说,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。 望女成凤的这句话是不是对的呢?首先我们来听听古人对于凤字的解释。 古人说,凤是鸟鸣,本名凤凰,又是这样的凤凰。 古人视凤凰为锐鸟,熊的叫凤,死的叫黄。 大代礼记中说,有羽之虫,三百六十凤凰为之掌。 喜慎的说文解释也把它解释是一种既美丽又高贵的鸟。 所以古人尊称天子的诏书为凤诏,同时也用来赞美别人。 如晋书陆云传有,此儿若非龙居,当是凤厨。 是陆云年幼时人家称赞她的话。 所以后人赞誉别人的儿子有文采,而且不弱于父亲,就叫做凤毛。 另外,根据古代皇后皇妃穿戴的凤冠礼服,均刺绣装饰有龙凤图形, 其意义象征尊贵,而不是以龙凤代表男女。 令凤年、凤驾,也不是专指皇后的车驾,而是指天子或仙人的车程。 至于为什么演变以凤代表女性,以至于有龙凤城墙、龙凤佩、望女城凤等词出现。 据考可能是因为明朝初,马皇后特别恩准民间,婚娶也可以穿戴凤冠。 从此而被后人假借负惠所致。 凤皇究竟是什么样的鸟呢? 现代学者董作斌先生,认为凤就是孔雀,因为孔雀是五色被举,高贯彩平。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凤是个行生字,由鸟部和生符凡所合成的。 所以书写的时候,凤字上面的一横不可以少,书写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,谢谢您的收看,再会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